大家好,我是大象 今天我们就继续聊《激荡四十年》之1999 《激荡四十年》系列是我们做的一个历史回顾类节目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变化饭店附地 大事频发,能人背出 这个系列就是把我觉得精彩的大事能人提炼出来 以每一年的故事做成一个视频 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1999年 世纪之交,千年之末 自新中国成立起,有一件事 我们就始终挂在嘴边,也念在心里 绝不想把它留到下一个世纪 祖国统一 两年前,我们刚移回一个十项多年的游子 赶在新千年之前 我们要把另一个孩子也接回来 民家纪年间,欧洲大航海时代 葡萄牙人登上澳门,从此就盯上了这里 1840年,亚边战争,大秦落败 葡萄牙趁火打劫,一把火烧掉了中国的商号 岛上的国人被驱逐,渔民的船只被拍卖 连中国渔民的祖坟都要产品 而新政府选择了低头 1887年,新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中府和好通商条约 葡萄牙宣布永驻管理澳门 前前后后三百多年 澳门如海外飘瓶 1925年,爱国诗人文一多在美国留学时 痛感祖国山河破碎 写下著名的妻子之歌 每一首诗都有相同的结尾 母亲,我要回来 母亲 当年提笔写诗时 更多的是悲愤和无奈 到建国之初,我们已经有能力收回港澳 但出于战略考虑 为了留一扇窗看事件 还是做出了暂不收回的决定 到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战略目的转移 收回香港澳门提上日程 1984年,在中国外交部的努力下 港澳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英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1997年交还香港 香港问题解决 澳门随之松动 但只是松动 谈判过程依然皱褶 首先,葡萄牙认为 在香港回归以后 到了原本集中在香港的资本 会转移到澳门 香港回归后 澳门在葡萄牙手中的时间越长 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多 另外,与当初英国对香港 在合约中的99年足迹不同 葡萄牙对澳门的管制 没有时间限制 在普方看来 没有时间上的硬性窗口 交还澳门的时间 可以一拖再拖 所以意识闪烁其词 总强调需要过渡期 希望把交还时间 拖到21世纪以后 甚至还有政客希望 拖到2047年 我们当然不答应 1986年 在有关澳门回归的问题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声明 任何关于超越2000年后 交回澳门的主张 都是不能接受的 赶在新千年以前 实现澳门回归 是我们的体现 这两国代表团的多轮谈判 最终确定 中国在1999年12月20号 临时收回澳门 1999年12月19号 23时50分 全世界的目光汇集澳门 武术市民 勇如意识听前递 人们手里拿着小国旗 盯着大屏幕 等待着给这道 三百年未遇的伤口 拆掉最后一根缝线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今谈起澳门 人们常说这是最乖最省心的孩子 的确澳门回归不论是在群众基础 还是在回归后社会的稳定程度上 都远超之前的香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从60年代开始 葡萄牙对于澳门的控制力就在逐渐变弱 1966年12月3号 澳门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 浮起血腥镇压 多次开箱射杀平民 消息传回大陆 中央震怒 立即强硬交涉 派遣炮停到澳门水域 要求福方认罪 赔偿 严惩凶手 并向澳门同胞赔礼道歉 12月11号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严厉警告佛达牙当局的文章 要求福方立即接受上述要求 并完全实现 否则后果自负 迫于我们的强大压力 福方一一接受 事件最终以福方的完全屈服而告终 也令福达牙在澳门的管制微信 彻底丧失 澳门整体社会全面转向回归 接着1974年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爆发 靠乃新革命 新政府开始奉行非殖民化的政策 撤走在澳助兵 放送对澳管控 澳门不再为葡萄牙所致命 而是普管辖下的一个特殊地区 种种原因综合 让葡萄牙在澳门回归之前 已经无力像英国一样处处买雷 另一方面 香港人口密集 贫富分化严重失调 而澳门的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更小 内部矛盾也更加单纯 在回归之前 澳门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停滞 治安困难 整个社会黑暴盛行 缺乏安全感的澳门人民渴望回归 另外 几代澳门人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 也为这条回归之路 扑上了一层肥沃的土壤 回归以后 对这个听话的孩子 我们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2003年 PUS在粤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跨境工业区 一年后 内地和澳门开始CEPA协议 旨在让内陆省区也参与进和澳门的合作关系 并在此后增加了十几次的补充协议 2018年 港州澳大桥也建成通车 靠着旅游和博彩行业 澳门成为了红系国内和世界游客的巨大口岸 也成为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样板 意义重大 今天 澳门区旗和五星红旗 在这里飘扬了23年 妻子之歌中 唯一还未彻底解决的 只剩台湾 从霓虹闪烁的东南小岛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大漠顾烟的 祖国西部 在这一年 在这里 这积极着一桩 指教新千年的真正的大事 它是关乎我国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的一项千年大起 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 西部大开发 由于历史 生态 交通 投资环境的各种因素影响 我国西部的发展 一直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西中国成立后 我们就一直很重视西部问题 50年代 毛主席在著名的 论史大关系中就强调 要处理好沿海工业 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又70年代 由于中速相恶 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挑衅 当时预判 三战一处即发 出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的目的 我们进行了一次 极大规模的工业大前移 将大量的工厂 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开启战略大后方建设 史称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为中西部地区 工业化做出了贡献 架下了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现实地理条件落后的天欠 非一时可以逾越 时间在作向前 到十几末 国民经济却是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但这种发展同样不均衡 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巨大 西部在全国经济格局中 仍严重落后 1999年 西部地区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4,280元 仅为东部地区的40% 且这个裂口仍在不断扩大 西部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西部幅员辽阔 与十几个国家接壤 事关领土完整与辩访大任 西部少数民族集中 过大的经济差距 会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所以不论从任何角度 开发西部都有其必要性 而且必须进行西部大开发的背后 还有一项最本质的驱动力 为了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穷不是社会主义 只富了一小部分人 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利用体制的优势 国家的力量将资源最科学的运用 将生产力最大化 让每一位国民 无论在哪 无论是谁 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早在1988年 谈到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时 东郭就明确提出两个大局思想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 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固权这个大局 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 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 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当时他就精准地指出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的提出 和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 在世纪之末 是时候了 这年6月9号 江总书记在中央扶贫会议上 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构想 我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不能是想采用平均主义的办法 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过去实践的经验教训 已经证明了的 现在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 已经具备 实际已经成熟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条件 不抓住这个时机 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 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8天后6月17号 他再次强调西部地区的重要性 没有西部地区的稳定 就没有全国的稳定 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 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 这年9月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国家要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将围绕这个战略 展开饱和式的建设工作 中国西部 包括新疆 内蒙古 甘肃 宁夏 青海 陕西 四川 重庆 西藏 云南 贵州 广西 12个省自治区石下市 以及湖北恩施 湖南湘西 吉利沿边 三个地级行政区 占全国71.4%的面积 地形 气候 风土人情各不相同 落后也是各有各的原因 有的地方荒漠成片 有的地方群山连绵 在一个三亿多人口的地区 实施如此大规模 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开发战略 是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大工程 要开发 非有渔工移山 占天斗地的气迫不可 但既然战略已定 那就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这一年开始 无数庞大的超级工程 开始进入规划 破土动工 大开发有四个代表性的工程 西汽东书 西电东宋 南水北调 这三大很贯千里的跨区域 调配工程 此外 我们还有一条石舍在高原上的雪龙 青藏铁路 要支付仙性路 我们在原有铁路的基础上 规划了一套 综合全国的交通网络 以青藏 川藏铁路 鹿桥 金兰 包南 兰坤 护坤 广坤六条高铁线 共同构建成庞大铁路网 这些川山越岭的铁路 将把西入孤立的城市串联起来 变成一个个集中发展的城市区域 除了以上四个代表性工程 还有北梅南运 西游南输 西棉东调 南蔡北运等等一系列大型工程 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让西部的潜力 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 造福全国 时至今日 西部大开发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预备 用50年时间 分三个阶段 经过几代人 持续不懈的奋斗 让西部 大片自唐朝按时治乱以来 一些两百年间 逐渐衰落的土屁 改天换地 旧冒幻兴言 让那些千年以来 饱受流离 贫穷 战乱之苦的人们 一起分享 新时代下 中华民族的复兴 与强大 当然 我们也要说 西部大开发 不是施舍 不是急遇 更不是简单的 东部要西部 富人要穷人 而是全国一盘旗下的 战略布局 就像当年国家大力开发 浮食沿海地区一样 正如前面所言 我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不能设想采用 平均主义的办法 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过去实践的 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的 所以在合适的时机 我们更要完成 这个历史的使命 曾经 贫穷就像一堵高墙 十几亿人都被关在墙内 有人说 大家让一让 别的被困死了 你先蹲下来 让他踩着你肩膀上去 上去了 再来拉你 咱们一个拉一个 都能翻过去 天下难有绝对的公平 但我们有 绝对想维护公平的 出行与行动 因为从来 没有单打独斗的胜利 所以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我们赢口多 几万人丢掉就不要赢 一个人也不能丢掉 有人奋斗毕生 想创造公平 也有人使尽招数 想毁了他 这年六月 由中纪委监察部 海关总署组成的调查组 悄然抵达厦门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这只是先头部队 此行是来调查 一桩走私案 随着调查的深入 结果逐渐让人触目进行 请涉案金额之巨 发案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 案件涉及面之广 前所未有 这是自1949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起 经济犯罪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经济大案 厦门远华 特大走私案 主办名叫赖昌星 以这起案件为代表 背后是我们这两年 进行的轰轰烈烈的 打击走私运动 那几年 沿海走私的形式 可以用极其猖獗来形容 设计货品 从日常消费的香烟 盗版光盘 到彩电 摩托车 汽车这类大件 再到钢材 石油 防制化工原料等 战略级生产原料 海量的走私货物 大油大百的入境 让国家海关 形同虚设 这所先造成的 当然是巨额的税收损失 这些钱没有上缴国库 做统一规划 没有拿去抗洪 扶贫 发展教育 修路加强 而是流入了 走私贩个人的腰包 用于满足 他们穷奢极欲的 个人享受 直接的经济损失 还是其次 走私的危害性 更在于它摧毁的 是全国的经济秩序 就出口来说 走私的猖獗 让国家花了大利息 出台一系列进出口政策 等于打了水漂 就消费而言 走私货品实际上 没有参与到 国家生产消费的 那循环中 上游的企业 政府都会受到影响 例如 倒是大量的成品 有走私 就让国有石油企业 局部危险 全国油田 停了几千口井 光大清油田 亏损了几十个亿 而由此带来的 失业 金融风险 社会治安等连锁反应 更对整个社会 造成巨大危害 最后还有两点 也至关重要 一 当时我们正处于 入室谈判的关键时刻 规模庞大的 走私催生出的 体制内腐败 更是出目进行 这一年审判的 广东站江走私案 整个站江市 导政机关 几乎全部沦陷 从市委书记 到副市长 市大司办主任 从公安边防局局长 政委到海关关长 无一洗面 甚至是离三大 走私犯罪团伙 头目之一的陈立生 就是市委书记 陈同庆的亲儿子 朱镕基总理震怒 他们把我们一个政权 我们共产党 一个根据地 都给丢光了 你说这个危害性 有多大 战将案让人愤怒 而在这一年 掀起更大波澜的 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那个名字 赖昌星 东庄事发之前 赖昌星是 厦门远华集团的 董事长 远华集团 采大器足 有远华牌香烟 远华大酒店 甚至有自己的 影视城和足球队 赖昌星本人 也出手扩绰 经常捐款捐物 盖学校 是当地远近文明的 大善人 但实际上 他用公司作为掩护 大私行贿 通过官商勾结 控制了海关 港务等众多部门 在厦门建立起 一个巨大的走私王国 成了厦门海关的 地下官长 他不仅自己从事走私 还控制了厦门的 其他走私活动 其他人想走私 就必须找赖老板 交通关费 还要上交70%的利润 为了方便贿赂干部 他耗资上亿员 修建起一栋 七层的红楼 外面看起来 是普普通通的办公楼 内部设施 三纳房 歌舞厅 豪华包房和总统套房 里面满是名贵红木 打造的餐桌餐椅 名人字画 顶级音像 萨纳房里有进口的 双人冲浪浴缸和按摩床 还专门从香港请来大厨 从全国进行物色了 几十名年轻貌美的小姐 在这里提供服务 而吸了一整层 是赖昌新极尽奢华的 四人办公室 办公室门口提的是 四个大字 天下帷幄 红楼灯红酒绿 夜夜声歌 在红楼旁边 还有一栋白厂房 但是赖昌新 又来训练保镖和打手的地方 一边利用金钱和女色 拉拢官员 一边训练打手 大搞走私和黑社会活动 赖昌新当时在厦门 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事情能搞这么大 就其根本 还是相关官员的 他方式腐败 链条上的每一条环节 基本都被走私分子打通了 导致走私行为 几乎畅行无佐 而且不止赖昌新 其他大量野海地区 也是如此 于是在上一年 一场全国打击走私的斗争 就迅速开展起来 海关 公安 监察等部门联合 对走私分子 开始了狂风暴雨式的打击 当时有些走私船 用的是退役炮艇 有些船装着五个发动机 时速可打五十戒 我们的船追不上 还有些船上有装甲 根本打不穿 朱总理一向既有如愁 了解情况后 他斩定截铁 女优穿甲弹 再不行就掉驱逐舰去开炮 把他打沉了 有啥了不起 咱们几百万解放军 还干不了这个事情 你们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要驱逐舰 巡洋舰都可以造 一定要狠狠打 什么走私船 都要打沉它 这一年六月 九月 广东战将特大走私案 两次审判 战将市原市委书记 陈同庆 及一大批涉案官员 走私分子 被依法判处死刑 九月 首批的线头调查组 下双最高院 最高检 公安部等 共八部委 再次进入厦门 经过一千多名 办案人员的漫长调查 最终统计 赖昌星案 走私货物总值 达到惊人的 530亿人民币 偷逃税款300亿元 相关走私分子 及300多民事案官员 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职集最高的 公安部原副部长 李继中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规模庞大 盘跟错节的走私王国 被彻底粉碎 不过 由于府外分子通风报信 主犯赖昌星 在这一年八月 文风外逃至加拿大 此后我们开始了 漫长的销售 2011年 在我方坚实不懈的 声许下 当年的大走私犯 赖昌星 终于被遣返回国 但多年过去 因为我国相关法律条文的 更改 部分死刑罪名被废除 同时 由于承诺 不判处赖昌星死刑 是国际合作途径 继不赖昌星的 必要条件 2012年 赖昌星被判处 无期徒刑 这起扩日十九的 特大案件 终于尘埃落定 走私的乱象 出不尽兴 也是典型的 发展中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 要在发展中去解决 改革出现的乱象 也要通过继续改革 去治理 当年闭关锁国 偏满不能下海的年代 已经过去 不因掖廢时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反思 总结 接着大步朝前 才是真正的 实事求是 在悬果打击走私运动 正如火如荼时 1999年 另一件红豆全国的大事 在万里之外 发生了 1999年5月7号晚 南斯拉夫首都 贝尔格莱德 一片黑暗 城市上空 照例拉响空袭警报 这是北约 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的 第四十六天 苏联解体后 以美国为主的北约 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 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 巴尔干半岛上的 南联盟 成为北约的 眼中钉 肉中刺 经过这次漫长的轰炸 这里的军事 和民用设施 大不瘫痪 城市已经 千疮百孔 这一晚 在英华路三号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工作人员正进行着 忙碌的统计工作 采访归来的记者 仍在感谢稿件 11点15分 石恩大使的潘湛林 考虑到同事们 在一个多月的轰炸周 已经身心俱疲 决定提早关闭发电机 让大家早点回房休息 他自己也回到大使馆底 准备就请 11点45分 爆炸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已在美国的B2 隐形轰炸机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向中国大使馆的主楼 和大使馆底 发射了5枚炸弹 第一枚 从石管东南角 斜穿大楼 在石管墙角爆炸 第二枚砸进了 主楼中央 从上到下 穿到了大使办公室 会议室 并在一楼大厅爆炸 第三枚炸毁了 过敏日报记者 许信虎夫妇的房间 第四枚炸弹 从半地下室的窗户 钻进食堂大厅 如果那一天 大家没有提早解散 就可能5亿信念 第五枚炸弹 击穿大使关顶 一直钻到底下 尽管没有爆炸 巨大的冲击波 依然将建筑击碎 在当时驻南斯拉夫大使 潘占林的技术中 天花板下坠 墙皮脱落 屋子里的灯具破碎 玻璃横飞 大使从他县的 墙体缝隙里爬出来 除了恐惧 与不可思议以外 还有愤怒 攻击中国大使馆 等头于直接攻击 中国领土 这是在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 被轰炸的使馆大楼 很快被火害吞噬 浓烟四起 被关在楼上的人们 在惊恐中 尽力抢救和处理资料 或者把窗帘 入单拧成绳索 攀墙逃生 事后统计 大使馆两栋主体建筑化为废墟 主楼倒塌 大使馆底房顶被掀起 使馆那30多名工作人员 20多人受伤 6人重伤 3人遇难 光明日报记者 许新虎和朱颖夫妇 来到十冠时刚刚新婚不久 从废墟里挖出来时 已是面目悬飞 当场牺牲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英雄万的战地记者 在被发现时满面鲜血 已经没有了呼吸 先活的生命 戛然而止 丈夫失去妻子 孩子失去母亲 白发人 送黑发人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 世界外交史上 都极为罕见的暴行 而事后 以美国为代表的 北约一口咬钉 这是一场误诈 真正的轰炸目标 是距离大使馆 180米的 南斯拉夫军事总指挥部 误诈的原因 是美国CIA提供了一份 过时的地图 这份解释 十分荒谬 美国的间谍卫星 60年代 就能看清 地表小汽车的车牌号 不可能看不清 使馆上空的五星红旗 美国的侦查卫星 每隔24小时 都会在目标上空 侦查两次 不可能不知道 中国大使馆的坐标 五枚落下的导弹目标明确 对大使馆建筑 从不同角度 连续两个波色的轰炸 甚至对于平时 人员集中的地下食堂 和大使居住的大使馆底 都单独分配了一枚炸弹 这次行动 事实清晰 意图明显 然而 事后 国际特赦组织 却对美军的解释 表示了支持 他们总说他们是高科技 他们是物诈 三枚导弹炸的一块 能是物诈吗 北约的暴行 让我们愤怒 5月8号 来自北京几十所大学的 上万名学生 来到美国诸华大使馆前 游行 示威 宣读抗议书 他们也含热泪 阵地高呼 反对侵略 反对霸权 达倒美帝国主义 高尚英勇军进行去 国际歌 团结就是力量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许多工厂 农村 街道和群众团体 都举办了声讨 谴责美国的活动 5月12号 天安门广场 首都北京为三位烈士 将下半棋致哀 5月14号 一千多名纽约华人 聚集在联合国大杀前 首举五星红旗抗议 我国政府也在提出 强烈谴责的同时 要先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组织 公开 正式地向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以及受害者家属道歉 并严惩招事者 但美国方面拒绝道歉 部分媒体和官员 甚至调侃受害者 展现出极大的傲慢与恶意 克林顿本人也回应 红杀事件不久后 使人中国中美大使的李绍兴 就开始与白宫的 多次严正交涉 5月13号 克林顿迫于压力 终于在调音符上 进行书面道歉 并署名 这一幕也成为 1999年的经典瞬间 之后 尽管美方做出了赔偿 但至今20多年来 美国对这桩血淋淋的人间惨案 始终一口咬定 这只是个意外 是误诈 美国为什么要空袭 中国大使馆 这件事至今众说分语 对南联盟总统斩首说 以行战绩残骸说 军用电台说等等 但不论哪一种说法 骇人发动这种暴行 都是明目张胆的霸权行为 是对我们的民族尊严 民众生命的无视与践踏 五八事件 是我们永远的伤痛 在那边离家万里的土地上 流着我们同胞的血 回荡着同胞的哭声 我们不会忘记 世纪之江 国际形势拨绝云归 当我们正在为 南斯拉夫死去的同胞 愤怒悲痛时 有一个人却异常兴奋 认为 一千年没有一次这么好的机会 时机到了 此人就是当时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李登辉 今年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 让他倍感压力 上一年他就只是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专门研究如何强化台湾地区的国家地位 小组中有一个重要的成员 叫蔡英文 而这一次让他觉得是大好时机的 这是当时国际局势中 霸权主义上升和反华势力抬头 导致中国大陆在五霸事件中深陷泥潭 于是他竭力呼应国际上的反华声浪 充当反华马前卒 火药桶被彻底点燃 是在这一年7月9号 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突然宣称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 而不是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 两国论一出 顿时在台海上空乍响一声惊泪 这是自台湾问题产生以来 台湾当局现任领导人 首次公然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是在光明正大的搞台独 台海之上顿时剑拔弩张 9月上旬 黄海风景云集怒涛汹涌 北京济南沈阳军区的特种部队和两栖侦察队 在山东首都集结演练 近千艘民船配合登陆舰艇 运送着数万精兵 在海军舰艇编队和空军作战集群的火力掩护下 发起攻击演习 南边 南京 广州军区的海陆空三军 第二炮兵和预备一部队 在浙东 越南沿海地区集结 举行大规模的多兵种联合都海登陆演习 南海之上狼烟滚滚 炮生裂空 数万精兵从两个方向同时出击 数十万艘民船随时等待动员 所有人都知道演习随时可能变成实战 世纪之将 港澳问题相继解决 两岸统一 尽在眼前 直等一声令下 天灾打破了沉寂 1999年9月21号 台湾南投发生7.6级大地震 全岛具有真感 250万人受灾 因地震倒塌的房屋超过11万户 2400多人死亡 近万人受伤 是20世纪末 台湾地区上亡损失最大的天灾 两岸人民血浓于水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地震发生后 我们停止了各项军事演习 同时为台湾灾区提供大量捐款 并尽可能给予一切援助 大陆民间也为灾区的同胞 踊跃捐款捐物 祝愿祈福 两岸一家清 患难见真情 地震缓和了对峙情绪 但水面之下的暗涌 并没有停止 就在救赛期间 台独势力也依然不忘 借机图谋分裂 而现 李登辉从一开始就策划了全局 两国论只是第一步 后续的算盘 还有修宪 修法 入联 图谋把台湾独立 作为既定事实 一旦形成 这事文件 性质将截然不同 这才是当年台海危机的关键 对此 中央严正指出 如果这一图谋得逞 中国和平统一 将变得不可能 话一致此 李登辉本野心勃勃 想称大陆之威 豪赌一把 可最终 他还是错误预估了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 和国际形势 两国论炮出后 不但招来了我们的飞机 舰艇 炮弹 更遭到了海内外的一致谴责 先后130多个国家重申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入联案 也让联大讨论中 首次出现了五大承认 李氏国 一致反对的情况 国际反应 让李登辉大失所望 岛内舆论更是一片哗然 两国论出路后 台湾股市连遭重挫 工商界人士人性惶惶 数千名台湾民众 举行了反对 两国论的游行 2000年3月24号 在席卷台湾全岛的 民众抗议浪潮声中 民族罪人李登辉 被获死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提前结束了 他荒唐可舍的政治生涯 世纪末这次台海危机 是一起受国际大局势影响 由台独分子精心策划的 极其恶劣的政治事件 时至今日 李登辉路线的幽灵 仍在台湾上口游荡 但历史的大书 终将由人民来书陷 相信在合适的时机 以最好的方式 祖国必将统一 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 在李登辉黯然退出 历史舞台的9天前 朱镕基总理 就台湾问题答记者问时 说了下面一段话 谁要是跑台湾独立 你就没有好下场 因为你不得人心 你违背了海峡两岸 中国人的人心 你也违背了全世界 华裔华侨的人心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能够允许自古 就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呢 绝对不能 现在有些人在计算 中国有多少飞机 多少军舰 几个导弹 结论是中国人 要敢打 你不会打 难造你这种计算 习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了 你不懂中国的历史 你不知道 中国人民一定会以宣泄和声明 来抗卫 祖国的统一 民族的真言 台海上空的阴云终会相散 遗憾纵然有 它下面这件事情提醒着我们 需要用更宏大的时间标识 来丈量这一面 1999 这是新中国成立整整50周年 也是改革开放的第21年 就在此时 东南亚各国仍在金融风暴中难以自拔 俄罗斯经济危机依然严重 民生为奸 南美洲巴西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经济一片萧条 所以如果把视角放大 不管是和同时期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比 还是反观自己和几十年前的过去比 我们都毫无疑问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尽管这一路走得很坎坷 但默然回首 其实 坏了人间 自9月起 全国范围内一股盛典待开 喜迎国庆的气氛 已经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一场规模辉宏 意义重大的庆祝大会 将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 庆典的终点项目是世纪大约兵 10月1号凌晨 北京上空阴雨密布 一万多名授阅官兵冒于进城 战士们脸上毫无倦意 他们从今年开春就已经开始训练 近视了无数次万一 踏破了无数双鞋 风雨再大 一往无前 上午9点 天气开始转情 秋雨后的北京 地空如洗 天安门广场50万军民 齐聚于此 成了鲜花 采旗和人群的海洋 10点08分 阅兵开始 一线多人的军乐队高坐激昂的阅兵曲 江泽民主席 橙黑色检乐车从队伍前驶过 阳光下解放军 检查部队 预备一部队 笔直挺立 不动如山 如一面微然而立等 钢铁长城 10点36分 阅兵分裂式开始 长城化作铁流 六千名战士组成的徒步方队整齐划移 脚步声震天动笔 随后四个车在导弹部队 跟随25个车辆部队进场 长安街上 九九市主战坦克轰鸣 海陆框三军航空联合编队滑波长空 132架飞机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天安门城楼上空 拉出树道彩燕 大队的主战坦克轰鸣 万岁 大队的主战坦克轰鸣 大队的主战坦克轰鸣 万岁 万岁 时间把一些艰苦 热血 狂喜 与遗憾 一一封存 回望前路 泪尸满尽 世界大典举国欢庆 一个多月后又发生了一起 让全国痛心的悲剧 这是一席罕见的海难 那一天 一共二百八十人 在飓风狂浪和一场大火中 跟着一艘船沉入了海底 烟台 1124 特大海难 11月24号下午4点20分 42岁的三等舱乘客 沈兴盛被服务员叫醒了 顺眼心松中 他隐约听到 船后尾起火了 快穿救生衣 赶起哨甲板 此时 巨大的大顺号客滚船 已经随着大浪开始翻腾起来 对无边无际的大海而言 大顺号就像一夜扶平 可对船上的302个人而言 这就是一栋大楼 而现在 这栋大楼如不倒翁一般晃动了起来 乘客们聚集在甲板上 海浪已经长到五六米高 11月末的海风 寒冷刺骨 水手们还没查清 起火的具体位置和原因 乘客中不时出现 妇女和儿童的哭声 因为甲板上风太大 雨太冷 大多数乘客陆续回到了舱内 他们还不知道 这艘在海浪中晃荡的船 已经成了死神手中的摇篮 这是在烟台海域 难得一见的大风天气 大顺号是当天唯一出海的船 这艘从日本买来的客户混装船 有上下两层 上层载客 下层则停车数十辆汽车 当大顺号碰见大风时 船长命令 掉头返航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翻涌的巨浪中转向 就是用面积最大的侧面 承受缝合浪 大顺号不受控制地摆荡起来 没有按照要求 进行固定的下层汽车 开始滑动 挤压 碰撞在一起 汽油开始泄漏 钢铁时间的撞击 摩擦出火系 火焰迅速蔓延 很快烧坏了 连接动力系统的舵机电缆 舵机失灵了 当水手们发现 无论怎么操作 船都无法再前进时 绝望爬上了他们的星舰 大顺号无法再抗拒风浪 开始在水面上越荡越高 倾斜的角度 从30度变成70度 80度 突然 船不晃了 紧接上 一个巨浪咬住了大顺号 将制造无力移动的大船 彻底掀翻 海水关进舱里 乘客们近黄逃逆 可一些行动几乎都是徒劳 涌入的海水 90度的青角 让逃生的走道 变成了一堵光滑的高下 哪怕爬出舱门 也会一路滑到船地 巨大的水压 封死了玻璃窗 有的乘客 只能尝试砸破玻璃逃生 而甚至会加速海水的涌入 从开始漏水 到淹没人的脖子 只用了三四分钟 人们崩溃 苦海 挣扎 寻望 可大顺号 仍在势不可当的下沉 这是一场 与死神的赛跑 发生的同时 另一边的救援行动 也始终在继续 收到球员的夜救十三轮 经过二十分钟 紧急备航 便起锚出发 海军舰队 紧急派遣海军船 和救劳船出海援救 在某艦船大队 四艘船 挺着九级的狂风 截烂出航 当十几艘救援船只 大达试过海域时 海面的风力 已高达九至十几 气温降至离下三度 风雪降下 能见度极差 在自己也有可能 沈默的情况下 依然多次靠近 尝试带来救助 大顺好 甚至前往救援的 燕救十三 也一度搁浅 差点被巨浪吞噬 另一边 六所医院的 一百多名医护人员 紧急动员 参与抢救 周边十六个村的 五千多名村民 来到海边 在四十五公里长的 海岸线上 设置望上 随时观察 有没有被冲上案的人 离沉船最近的 香阁庄镇 云溪村 几乎全村出动 抱住家里的棉衣被褥 开出大小车辆 在海边救人 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从来不曾放弃 但渲弱秩序的人类 终究脆弱 事后统计 除了一些 留在甲板上的乘客 以及几个封装逃出后 小心抓住救生罚的乘客外 全船三百零二人中 二百八十人遇难 只有二十二人生还 在后来 幸存者的回忆中 有一句类似的描述 被不同的人反复使用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们把我拉上了救生艇 上去时 另一色有一个妇女 在喊救命 当我们转身想拉她时 也见不到他了 甲板上当时有一个妇女 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 翻船后 我就没见到他们了 一对夫妇守着 一个睡觉的小孩面前 爸爸护着孩子的头 妈妈护着孩子的脚 大声喊着拼命拥挤的人群 别踩着我的孩子 获救后 我再也没见到他们了 这就是真心全国的 烟台1124特达海南 是那一年海洋给我们留下的 最惨痛的回忆 悲剧过后 后续工作还有很多 救治伤员 捣捞遗体 杀后赔偿 调查真相 行政追责 调查认定 1224特达海南事故 是受恶劣气象和海况影响 并传扰决策策和指挥失误 船舶操纵不当 船载车辆超载 细故不良而导致的 重大责任事故 问题根源是 相关部门的安全管理 及其护士 严重失职 其实在一个多月以前 同样是在煽动烟台 就已经发生过一起 客户船熄火沉默的悲剧 造成一人遇难 一人失踪 50多人受伤 可就在有关部门召开会议 仅一个月后 就又酿成了 如此巨大的异装惨案 人命关天 事后终于决定严肃处理 烟台吸收轮渡股份有限公司的 多名责任人被追责 加东部部长 煽动省省长 副省长等13名领导干部 受到处分 一大批人因为这场偷大海 那下马 服刑 只是 那些消失于望阳里的人们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 从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 我们回到指向未来的科技领域 这一年9月18号 918事变成这68周年之际 两代异性科技专家表彰大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 前学森 前三强等23位科学家 被授予两代异性功勋奖章 授勋时 王干昌 邓家仙 赵九章 姚同斌 前济 前三强 郭永淮 七位功勋科学家已离开人世 大会讲话中 对两代异性试验 有一句描述 让人肃然起敬 伟大的试验 产生伟大的精神 大会把这种精神高度凝炼 最终概括为 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勇于攀登等 两代异性民族精神 过去的精神需要传承 新的精神也正在诞生 两代异性表彰大会 结束两个月后 这一年11月20号 我国第一艘 在任航天工程试验飞船 神周一号 在九旋发射中心 冉冉神空 虽然作为试验飞船 没有在任 但实验中得到的宝贵数据 将在四年以后 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 中央里程碑 是梦开始的地方 世纪之末 那些将在新世纪粉末登场的事物 也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这一年 在硅谷工作的李彦宏 认为国内的互联网环境 已经成熟 他决定起程回国 做一个中文世界的搜索引擎 在杭州的湖畔花园小区 14个人席地而坐 站在中间的男人 充满激情地演说了两个小时 从现在起 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这个35岁的男人姓马 两个月后 电商网站阿里巴巴正式上线 同样在这一年诞生的网站 还有很多 当当 邪城 盛大 义序 天涯社区 红袖天乡 这些网站的创办者 大多是北大 清华 哈佛 斯坦福等民校毕业 与改革开放第一批创业者 已经完全不同 而上面这些公司 也在时代的变革中 浮浮沉沉 有的深刻改变了国人的生活 有的被大浪掏杀 走入历史 而回到这一年 一切都是如此闪性 网络与现实之间 照样打开了一扇窗 一心能听到 时代的风 烈烈作响 新的世界正在来临 而有些老人正在离去 这一年2月28号 北京的春天就快到了 这一天 99岁的冰心老人 在医院于世长辞 冰心生于1900年 从经贸危局 到互联网的诞生 他的一生 几乎贯穿了 整个波澜壮阔的20世纪 自小宝读诗书的谈 把半生都投入到了 对现代汉语文学的探索中 他的文字 清澈 喜恋 童真 始终又洋溢着美 爱和包容的笔触 疗愈着无数的大小读者 巴金先生曾非常羡慕地说 我做的梦都是噩梦 大姐的梦都是美梦 梦中还有花草树木和小翠鸟 飞吧 飞吧 一小九九的春光里 将到处都是失忆的飞鸟 与繁星 文坛大夏离世 也有新人登场 这一年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如期举行 于华 苏童 铁宁等文学大家担任品位 在上海 一个来自廷林镇的少年 错过了副赛 在补赛中 考官随手把一个纸团扔进杯子 说 就这个题目 你写吧 这个16岁的中学生 在现场一回而就 洋洋洒洒 写下 悲中亏人 文章文笔老道 语言犀利 甚至开篇第一段 就自笔鲁迅 语今四作 鲁迅先生产着微镜 我有我的看法 这个充满傲气的年轻人 最终凭借文章中 敏捷的思维和宽广的饰演 打动了一座名价 拿下当年新概念作文 易登下 他的名字叫韩寒 更引起收获关注的是 他后面的经理 拿下大奖后 韩寒齐波考试 挂个七门 之后刘吉 又再次挂科 最终在2000年 决定退学 全职写作 事件被报道后 引发全社会 关于素质教育 及学校应当培养全才 还是赚才等问题的大讨论 这个叛逆 刘哲长长的刘海的年轻人 也成了当时无数学生 心中的偶像 1999年春节莲花晚会 本山大树和宋丹丹 带着昨天 今天 明天登上舞台 白云黑土小品宇宙 就死拉开帷幕 回到再看 这部作品的成功 毋庸置疑 表演精准老练 编剧和幸葵的剧本 也功不可没 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全市民场面 欢笑中带着真扁实臂 甚至还有一点大预言家 改革春风吹满地 中国人民真正气 柳叶万美樱头口 谁见了我都乐一仇 世纪貌的说完如此 大小音频上 也在绽放着各自的精彩 一期风发的导演张一谋 凭着一个都不能赏 拿下第二座 威尼斯金石奖杯 张新石则又自己在银台 闯荡多年的经历 捕出了效忠带内的喜剧之王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场 耗时三年 制作了记忆信号小妖之后的 第四部动画长篇 宝林灯 这是我国第一部 尝试商业化运作的动画电影 邀请了姜文 宁静 陈贝斯等大腕配音 你不要婆婆妈妈地 跟我讲什么天哪 世上风向都不屈服的 不止你一个人 他肯定是德顿哪 他压在什么事 他肯定是你呀 刘欢 李文 张新哲的三种插曲 曲曲风神 年初一月三号 改编自二月和小说的 《雍正王朝》开播 打响了1999年 电视剧大战的出阵 这部剧由胡梅导演 刘和平编剧 主演是唐国祥老师 扎实的剧本 有不过时的议题 呈现出深刻又复杂的人性 被作为任意改革者 塑造的雍正 也无疑是对那个改革 进入失水区连带的 一个投射 这一年的另一出大戏 《环珠格格2》 则再次打播记录 创造了65%的收视率神话 这首《你是凤儿我是沙》 也将在未来成为 网络上的另一段传奇 还是这一年 有古龙小说 《绝代双娇》和《小李飞道》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双双开播 饰演动型大侠 李循环的江恩俊 帅得一塌糊涂 是名副其实的古装男神 而彼时谁也不知道 剧中的奶油小生 阿飞 会在十多年后 成为华语音史上 新的底流 对孩子们来说 古龙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还是稍显晦涩 也许另一部动画片 更能吸引他们的眼球 这一年七月 要是把西游记动画开播 一首《猴哥》 以去《白龙马铁尔潮兮》 成为了无数孩子的 童年回忆 从童年回忆中 我们正式来到 1999年的《华语乐坛》 1999年医院 朴书带着由张耀东制作 斗伟等担任乐手的第一张专辑 踏入大众视野 专辑中 这个年轻人呈现出 独有的浪漫 忧郁 激情 以及对新千年 无限的憧憬 一如专辑的名字 《我去两千年》 千禧年就要到来 许多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手 都扎对出道 深刻影响了00年代 华语乐坛的走向和格局 这一年 19岁的蔡依林 20岁的肖亚轩 21岁的梁静如 都正式出道 蔡依林用自己的手砖 《1019》 未听众们带来了韩情的 《我知道你很难过》 梁静如在李宗盛的挖掘下 发布专辑《处女座》 《一夜长大》 肖亚轩则发布了 自己的同名专辑 专辑中有一首歌 《传唱至今》 一生金曲 另外在祖国的南方 一直从台湾士大夫中 走出的向远乐队 也决定去摇滚的世界闯一闯 一张试唱带 让他们得以签约滚时 并将在之后的20多年 让五月天这个名字 享受华语乐坛 而在北方首都 去年成立的花儿乐队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幸福的旁边》 乐队成立时 主唱兼吉他手 大张伟只有14岁 其作词 作曲 演奏 也照于一声 才华合一 同样在这一年六月 北京还成立了 另一支乐队 《痛痒》 此时 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正式作品 生活虽然过得极为艰苦 梦想却无比丰满 也是在六月 东北哈尔滨郊区 一个叫新华村的地方 中国摇滚乐室上 另一支重要的乐队 几乎同时诞生了 《二手玫瑰》 《痛痒》主唱高虎 《二手玫瑰》主唱梁龙 两人都是乐队的灵魂人物 虽然名字都很霸气 带着龙虎 但不可逆转的是 中国摇滚乐 逐渐示威的大使 此后 两人带着各自的乐队 在流行乐的强势冲击下 走过了艰难又漫长的20年 从崔剑到唐朝 黑豹到摩烟三节 再到痛痒 《二手玫瑰》等等 中国摇滚乐 从发刃到爆发 绽放 在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飞速向前狂奔 而逐渐走入聚光灯的背面 今天 虽然中国摇滚乐不复当年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编曲到视觉 以及音乐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 这些后来者 其实比前辈们走得更远 聊完地下摇滚 我们再回到流行乐坛 这一年 还有太多迷克在记忆里的声音 年初 迪克牛仔发布翻唱专辑 《别港》 《专辑中》这首歌由台湾演员 黄正坤原唱 这次翻唱后 红遍大将南北 年末 林志炫一改温温如雅的形象 穿上了狂野奔放的皮衣 演绎了一首 在后来的每个光棍前 都会在KTV此起彼伏的歌 同样带来《世纪墨线》里的 还有吴伯 为了纪念台湾 广三百货被枪击的孕妇 庄家慧 以及之后的921南投地震 吴伯决定给所有受伤的人们 送上一支飞越千年的白鸽 也是这一年 将R&B曲风引入台湾流行乐坛的陶哲 带来一双神专 MOK 如今回到看 从曲风编曲而言 陶哲那段时期的作品 普遍超前于时代 张宇和妻子十一郎 也在书新作《雨衣之下》 传记中有另一首歌 凭借歌词中真挚的情感 动人的旋律 成为经久不衰的《婚礼金曲》 香港这边 谢霆锋19岁 已经出道两年了 这一年 出了自己的第一张浮动画专辑 也是这一张专辑 让他很快红遍到向南北 也是这一年 同样19岁的张博之正式出道 去年他偶然被心探发觉 之后出演了 热心池的《喜剧之王》 还和人先其搭档 出演爱情文一篇《心愿》 相比于这部电影 他的主题曲 更让人觉得熟悉 当时大家都还太年轻 一转眼 二十多个春秋已过 岁月如歌 这一年还有一首歌 由日本音乐人 玉成千春作曲 青春文重新填词 在刘热音的演艺下 成为了一首 见着无数故事的金曲 后来 后来的我们 怎么样了呢 后来 我们都长成了 更大的大人 只身飞速转动 四季往复轮回 讲到这里 故事行之尾声 接下来 是这一年 最后一件 让人记忆深刻的大事 1999年12月31号下午 5点30分起 央视推出24小时特别节目 相逢2000年 入夜时分 北京预言谈南 刚落成的中华世纪谈 成了欢乐的海洋 两万五千多名首都各界人士 在歌在舞 红旗翻飞 十五龙腾 锣鼓炫天 56个身转民族服装的 少线队员吹响号角 来自北京 香港 澳门 台湾的四个孩子 唱起了同一首歌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在这个跨越千年之夜 人们注视着 谈上北京时间的 倒计时牌 人们仰望着幽览 又泛着点点星光的夜空 人们脸上满是兴奋 人们深情地 看向彼此 欢歌笑语的氛围 从傍晚一直持续到午夜 在凌晨到来的前几分钟 江泽民总书记 发表新年贺词 与往年相比 这一年的贺词尤为不同 因为这不再是 总结过去的一年 而是以千年的时间标示 从全人类的视角 来总结这个事件 过去的一千年 讲话中提到 一些年来 人类历史沧桑巨变 从古代文明 进入现代文明 从农业经济 发展到工业经济 从封建社会 迈入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社会 这一千年 人类留下了 灿若鲜河的文明 诞生了改变世界的巨人 创造了以往数千年 五百比尼的巨大物质 与精神财富 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突破了一个 又一个必然亡国 而不断地向着 自由亡国 狂奔去 回望我们曾一起 走过的路 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 殖民主义的崩溃 凡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金燕 相逢2000年 这不是某一个国家 自己的节日 而是全体人类的 携手共进 金燕 在这个星球上 所有的人们 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 在世界的东方 还是西方 南方还是北方 不管你在群山之巅 还是大海茫茫 也不管你的民族 肤色 或是信仰 时间 对我们一视同仁 当满天繁星 点缀夜空 在午夜的钟声 翘响之时 我们都一起走过了 头一个千年 又迎来了 一个新的千年 而回望 总结这一千年 无论国际局势 如何风云变换 无论途中 多少坎坷艰难 在更宏大的时间面前 任何坚硬的东西 都会变得柔软 任何层苦苦求索 仍模糊不清的道理 都会变得一目了然 那就是 讲话结束后 是短暂的唯一表演 接着午夜到来 在所有人的情声 独秒下 2000年0.0分 中华生活被准时点燃 众人奋力敲响了 中华世纪中 在新年的中山敲响时 一万名首饰火炬的群众 站在万里长城 排成了一条 象征中华为名的巨龙 全国各地的 两千对新婚夫妇 紧紧相拥 在欢乐 兴奋 感动 与无限的冲击中 1999 这一年的故事 结束了 整个90年代的 十年 结束了 整个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千年的大幕 花幻闭合 庆祝活动 从午夜 持续到黎明 几个小时后的 海南三亚 2000年的第一轮红日 准时出现在 海的尽头 接着去日 从东方 冉冉升起 一切的缺凿无垠 宇宙 展现出的 安斗万物的精密 与无穷不息的威力 时间如花园野马 离弦之间 新千年的 第一抹晨光 准时倒映在 无垠大海的 每一颗水滴之上 即将均匀 撒在了神舟的 每一村土地 人类已进入 2000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我们做得还不错 希望大家一切三两哦 也欢迎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下方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 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 请不吝点赞 till 确订阅